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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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中 各种口径的火炮成为战争地备 炮火覆盖 空击堡垒 射杀装甲等 杀炮 野炮 榴弹炮的运用 在战场上显现巨大威力 而中国生产火炮的能力弱 东北张家兵工厂有这个能力 可惜没抵抗就被日军接管了 所以大部分时候 手榴弹成了我军的远程火力 图 看美援朝中 美军的炮兵阵计 而影视剧中的这种大口径的油桶炮 变成两部的以而为之的无奈发明 血战 史上却有此物 官兵们不叫他油桶炮 而叫飞雷或梅梁仙炮 还海战役中 当黄卫兵团的两个团一图 死守以为自弹员时 我军官兵就使用了这种炮 后来被俘的国军战士说 当你们的大炮排放时 村庄被打得好像一只船 乱摇晃 其实我军哪有这么厉害的大炮 用的就是这种土武器 没良心炮 他们用汽油桶做炮管 对着射击目标概略设好角度 将油桶埋入土中 而后在油桶放几十公斤左右的炸药 一般来说 这种炮的有效射程在200米左右 由于装油量大 如同将一枚特大地雷发射出去 卧军称之为飞雷 被他命中之处 叼堡被炸飞 被炸死的敌人往往没有伤口 而是被震的蹊跷流血而亡 于是便有了没良心炮的说法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与其为用磁性战术 吸引我军攻击 在我不及困难时 对我发起大规模反击 联军反击时 握军官兵自带的弹药 干粮等都已耗尽 各种补给又难以跟上 63支领威寿命阻击联军 在铁元阻击战中 志愿军官兵不得已 又用上了这种土炮 图 志愿军官兵缺弹少量 但不缺精神 即使弹尽量绝 用石头 也要继续打击敌人联军 知道志愿军的弱点在于后庭不及 所以他们非常劲劳 连续不间断的破坏我后方不几天 为了防止志愿军从战场上获得武器 他们打扫战场很干 不给志愿军有半颗子弹 但是他们觉得起油桶没啥用 所以懒得打扫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些油桶被防守铁元的 63支领威寿的官兵姐来用了 亲历这场阻击战的战斗英雄洋人体回忆 当时和566团交手的 是美军第90和英军第28旅等部 美军只支方大炮 冲击11箭有人就撤 打英军枪怕准 特别难打 但566团最终却能突出重围 靠的就是两发飞雷 在敌人靠近时 志愿军引爆了两枚飞雷 这种300毫米口径的土炮异响 当面的美军和英军被炸懵了 他们纳闷 志愿军怎么会有如此大口径的火炮在山上 这两声巨响 让联军足足沉默了半个小时 后来英军第28旅尚未参谋 诺斯汉克尔的著作 1991年下期作战提到 从中生打来的准确的大口径炮弹 也证实了志愿军确实使用了飞雷 突志愿军官兵阻击敌军 但是估计到今天 这些联军士兵也搞不清楚 志愿军阵地上到底是何种火炮 发出了如此猛烈的两声怒吼 对于是